伴随着周族工作歌的演唱 让一张张记录着周族马尔斯比跟建立KUBA过程的照片更有灵魂 身为周族人的补中勇 花了多年的时间 拍摄了马尔斯比祭典跟KUBA的建立过程 影像中可以看到祭典随着时代变迁加入新的元素 但也保留了传统文化 象征着周族人对文化的坚持与时代变迁的适应 这一次马尔斯比的变与不变 我们主要是想呈现 这个二三十年来的马尔斯比 它有一些是坚持在那个地方 它不让它去改变 随着时代的改变 它有些是会做调整的 那这个变与不变当中 我们会看到一个族群 它对文化的坚持 跟文化的一种调试 跟适应的一个过程 普中勇从部落族人角度 看见祭典转变 苦白与周族人的关系 同时记录族人生活样貌 虽然没有专业影像设备 但传达了周族文化内涵 它不是用非常贵重的相机 它就是用它一个在地 文史工作者的角度去观察 然后就把所有族人 生活的样貌就记录下来 可是在这一段时间来 事实上有很多的年轻人 愿意参加 愿意回来 愿意去体会这样的东西 它又重新被赋予它的生命 透过普中勇 镜头里的文化相簿 除了让民众可多认识 位在阿里山的周族文化故事 它更也期盼在文化沙漠中 培养更多年轻园丁 寻找出自己文化绿洲 把族群文化历史歌谣传唱下去 人事新闻火送无流 台北市采访报导